Log2X乘上Log4X 再加上Log4X乘上Log6X 然後他會問你X是多少 因為Log2X可以看成LogX除以Log2 然後把這三項都拆掉 然後把它變成這樣 所以上面會有LogX的三個項層 所以上次吧 那底下就是Log2整個項層 換項層,現在換10為項 換成10為項層 好,接著呢? 後面都有一樣 也是換項層 所以上面應該是LogX的平方 除以Log2乘上Log4 那這邊Log2、Log6也是平方 那這邊也是平方 然後Log4、Log6 好,接下來 然後全部重乘Log2、Log4、Log6 通通去分母 好,去分母 然後呢? 然後他就會變成LogX三次方 然後等於Log6 然後乘上LogX二次方 然後Log4 然後LogX二次方 Log2 LogX二次方 對 然後 再把LogX平方全部提出來 好 可以提出來 全部提出來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剩 三個相加 三個相加 對,三個相加 然後我們知道 三個相加 就是 三個相加 他就可以 換成就是 這個 就是變成Log3個相乘 對 真數相乘 對數相加 真數相乘 對,真數相乘 然後 他就會被Log48 48 然後 然後 就是這裡的話 就會可以 同除LogX平方 可是 這有個條件 就是LogX平方 會不等於除 不等於0的時候 如果他不等於0 就可以除 對 所以 如果我們可以 就是同除的話 他就會變成 因為這個 二次方 小小 他就會剩一次方 對 然後他就會變成LogX 變成Log48 對 Log48 所以X可以等於48 所以 這個是在LogX不等於0的話 那LogX又等於0 所以LogX等於0 他就要再找 所以LogX等於0 他也是可以等於1 所以X等於48 和1 因為 1帶進去 也很 因為這邊就0 這邊也是0 你乘上的速度是0 所以這個1也很48也很 所以大家兩個都對 好 講得很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 來掌聲鼓勵 給上來 這個東西喔 我覺得真的 蠻厲害的 這題目都蠻難的 可以嗎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